下来关注我国的贸易表现 虽然当前经济因为疫情深受打击 但是在进出口表现依然有所增长 根据我国统计局 5月份出口和进口单位价值指数 环比上涨0.7%和0.9% 统计局总监纳杜斯利·乌奇指出 出口单位价值指数小幅增长 主要是因为动植物油脂指数 矿物燃料指数及机械核运输设备指数上升 不过出口物量指数同月下滑13.2% 主要是因为矿物燃料指数 机械核运输设备指数 以及杂项制品指数下跌 出口物量指数同比增长33.1% 而出口单位价值指数则上涨10.7% 与此同时 统计局指出 5月进口单位价值指数的小幅上升 是因为矿物燃料指数 化学品指数及机械核运输设备指数下降 进口单位价值指数和进口物量指数 同比分别上涨3.8%和44.8% 下纷送预先前提升 4月1月份 4月1月1日我能一输注重点 在例如其中心中 7月1日之后 9月1日之后